NBA球星用钱很任性 特别是近十来年 大家一言不合就是顶心 赚钱能力比90年代核心世纪出强太多了 现在NBA有太多千万甚至一万富豪 钱太多了 只能是各种挥霍 那么他们用钱究竟有多任性呢 今天我们就能了解到 阿里纳斯的三分文明联盟 转身庆祝的动作 那一直是在被模仿 他得分能力强 球风也华丽 打球期间还是很有人气 公私家代言 身家早早就过亿 别看退役那么早 他的钱足够他挥霍很久 他也是NBA第一位 直接拿美金当厕纸的球星 詹姆斯对自己抠门 但是对身边朋友和家人 那是相当的仗义 詹姆斯在热火时期 那是他事业第一个巅峰 毕竟第一贯就是热火时期获得 夺冠后心情自然好 加上每年收入都是千万级别 詹姆斯一高兴 直接是队友人手一根拳王的金腰带 麦迪是年少成名 他的球风很华丽 在新世纪的前五年 他的进攻在外线里 真就是最强一档 打球好看 数据爆炸 大合同自然就来了 拿下高兴后 麦迪赤资2000万买了私人飞机 他也是NBA第一位 拥有私人飞机的球星 豪车对于奥尼亚而言 那真的就是玩具了 他家里的车库有几十辆豪车 平时几乎都不开 他纯粹是爱好来收集豪车 据说就他家里的豪车 就价值千万美金 只要他愿意 开一个小型的豪车展览 那完全是没有问题 退役后的波时 他也成了夜店小王子 有时间就在夜店里醉生梦死 他只要喝到位了 那么就是大家都喜欢的撒钱还解 他直接是把美金到处撒 让夜店下雨了美金雨 别看在热货最后一份合同上亿 如果按照这个速度来看 用不了几年 他就可能会破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